我和唐一琛十几岁就在一起,八年恋爱长跑修成正果,却不想刚刚步入婚姻不过两年,小三再次找上门来了,也是在这一天我准备和这个我爱了十年的男人离婚。 从十几岁到快三十岁,从青葱少年到儿立之年,我明明比了解自己还要了解他,今天却又像是初次相见般的陌生。 十年啊,接近四千个日日夜夜,我还是拜得一拜涂地,十年相濡以沫地陪伴,抵不过别的女人三个月给她带来的新鲜感。 我坐在车里,看着不远处餐厅里温馨的一家人,男的长相俊朗,女的温柔体贴,孩子大概三四岁,是个男孩,我已经在车里盯着他们盯了很久了,如果我的孩子还在,应该也这么大了吧。 我喝了口手里的咖啡,视线却一直看着对面,苦,真是苦,从嘴里苦到了心里。 餐厅里,男人贴心地给女人夹着菜,又摸了摸孩子的头,女人幸福地看向男人和孩子的互动,脸上是止不住地笑。 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我看着那对男女开始收拾东西,看起来是要离开了。 我下了车,把咖啡扔到一旁的垃圾桶里,站在从餐厅一出来就能看到的位置,安静地等着一场大戏登场。 我看着玻璃窗倒映出的自己,妆容精致,穿衣有品,我和唐一琛是高中同学,彼此的初恋,我是名牌大学毕业,家里的独生女,本地户口,有钱有事业。 而那个女人不过就是离异,然后带了个孩子,我到底是输在了哪里? 可为什么她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抢走了我爱了十年的男人呢? 我看着朝她走来的那个男人,她穿着一件黑色风衣,身形挺拔,没有秃顶,没有大肚腩,不到三十的年纪已经小有成就。 这样的男人我喜欢,别的女人也喜欢。 唐一琛可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我,她顿了一下,随即像是明白了什么,眼神变得晦暗不明。 她手里还牵着那个小男孩,她明明刚刚对那个女人还温柔体贴,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却换上了另一副凶恶的嘴角,对着我出口就是质问, 你跟踪我。 明明是她做错了事情,没有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她此刻却神情坦然,没有半点愧疚,还那么理直气壮。 我的心里一阵静挛的抽痛,可以张口,还是有些想要妥协的语气在,唐一琛,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解释的吗? 唐一琛低下头,看了看旁边的孩子,我的视线也从她身上转移到旁边那对母子身上。 唐一琛身下意识挡在这两个人面前,语气略显不耐,你先回去,之后我再跟你说。 她这举动,好似一把刀,狠狠地扎进我的心里,不仅如此,那把刀还在她的心窝上转了一圈,搅得她痛不欲生。 她正正地看着她,明明那么熟悉的人,在这一瞬间却无比陌生。 她在家里等了她三天,等着她回去解释,但她根本不在乎这些,这三天里不仅连家都没有回,就连一个电话,一条微信都没有。 一琛,你之前不是说等我们在一起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旅行吗? 你说,你要带我去看沧沙尔海,我越说,我的声音越颤抖得厉害,有些说不下去了。 喉尖像堵了一团棉花,连声音都是干裂的,还算数吗? 我心里堵得难受,却还是问得云淡风轻,我的声音轻飘飘的,我知道哭闹只会让自己看上去更加丢脸。 唐一琛的脸色微变,牵着孩子的手不自觉松开了,我能感觉到得到他的动容。 他向我走了一步,因为后面的孩子被一旁的李淼淼轻轻往前推了一下。 明明那么小的孩子,却也会察言观色,见状,连忙哭了起来。 不要走,叔叔不要走,你走了我妈妈又会哭得很伤心。 唐一琛一愣。 停住想要向前的脚步,就在此时李淼淼上前挡住了他的目光。 一琛,对不起,是我们母子给你惹麻烦了,他就是见我上次哭了一整夜,眼睛都哭肿了,所以有些害怕。 唐一琛转过身,连忙蹲下安慰孩子,叔叔不走,别害怕。 我听到这句话,愣愣地抬头看着唐一琛,他怎么忘记了,我们也有过孩子,如果当初不是为了他的事业,我不会累到流产。 我和唐一琛就这么僵持着,李淼淼小心翼翼地看向唐一琛,一琛,要不今天就算了吧,我先带萱萱回家。 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那个叫萱萱的小朋友哭闹着,李淼淼一副无助的样子,我明知道他这是故作姿态,故意再演给唐一琛看,我却无能为力。 唐一琛回过神,视线就从我身上一开,再次牵起孩子的手,萱萱不哭,不哭,叔叔答应今天陪你玩一天,就肯定会陪你一天。 我的心一点点沉入深渊,原来这就是爱乌吉乌,因为喜欢他,所以就连他的孩子他都捧在手心,那么我又算什么? 这样温馨的画面,格外地刺眼,我转过身离开,这样的情形我更像是那个外人。 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游荡,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诺大的房间里漆黑一片。 我坐在沙发上,陷入黑暗,久久缓不过来。 我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听到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片刻后客厅里亮了起来。 我坐起身,看了眼时间,已经快要晚上十二点了。 唐一辰显然是没有想到我这个点还没睡,他皱了下眉,脱下外套挂在衣架上,然后坐到了我对面。 不远不近的距离,除了一身的酒味还有浓烈的香水味,我往边上坐了坐,唐一辰看出了我的排斥,咳了两声,淡淡开口。 你想问什么快问,我累了。 他这副淡然的样子,倒让我心生恍惚,想问得太多了,以至于我一时无言,不知道该从哪开始问起。 我张了张嘴,却又咽了回去,许久后我深呼了一口气,想做个了结,你选他还是我。 唐一辰冷下了眼,他们娘俩孤儿寡母的,和你不一样,你独立,坚强,有能力,有事业,他不同,他只有我和萱萱。 原来在他心里,我的优点成了推开他的力气。 我看着陆唐申,这一刻,他离他不过一桌距离,心却像隔了万里之远。 我眼底泛起了红,嗓子嘶哑,那好,离婚吧。 唐一辰看向我,听到我的话,反倒是输了一口气,他一开视线,点了点头,好。 这次换我愣住了。 伴上,我颤着声音,想要问个明白,你们多久了?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早就背叛了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的用情至身材,让他这么轻易就想要和我分开。 为什么曾经的诺言,他说忘就忘,为什么一个人忽然会爱上另一个人? 三个月,唐一辰说道,原来不过是三个月,三个月就可以抵了我们的十年。 他站起来准备走,我连忙伸出手,扯住了他的衣角。 唐一辰,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唐一辰扫开了我的手,有些不耐烦,顾洛依,你很独立,但特别像我的合作伙伴,而他温柔体贴,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我的心呼地疼了起来,像是被狠狠地钻尽,一抽一抽地疼,想起我们起初一起创业的时候,我陪他到处拉赞助,找项目,酒桌上也一次一次和不同的合作方推杯致展。 他不止一次抱着我,说多亏了有我,我们的公司才得以存活下来,现在不过短短的几年而已,怎么就变了呢? 我看着他拿起外套,又换好鞋子,头都不回地离开了,门砰的一声被关上,我的心间一颤,接着叮咚一声,手机屏幕亮了,上面的陌生号码发来信息,顾小姐。 我们明天下午,在你家附近的咖啡店里见一面吧。 没有署名,可是我却想起了白天李淼淼那个得意的笑。 我紧钻着手机,脸色苍白。 第二天下午,我还是决定去赴约了,李淼淼没有带孩子,她静止坐在我的对面。 我上下打量着她,她穿着很素雅,五官也很平凡,她没有小三的不安,相反表现得落落大方。 顾小姐,你想喝点什么?她开口问道,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按捺住自己的愤怒。 谢谢,不用了,目前我还是唐太太,请李小姐注意称呼。 李淼淼吃笑一声,不是很快就不是了吗? 我的笑将在脸上,不过才一天,唐一琛就迫不及待地和她分享我们要离婚的讯息,难怪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呼吸一致,给自己点了杯美式,缓冲下心情。 你这么做,不怕带坏孩子吗? 你是一个单亲妈妈,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李淼淼淼脸色一黑,神色有些不自然,而且,我的孩子需要一个爸爸。 可他不是你孩子的爸爸,他已经结婚了。 他有家,我冲他低吼。 但这些现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现在愿意就在我们女子身边。 更愿意做我孩子的爸爸。 我看向李淼淼,她的眼里一片平静。 而我内心却波涛汹涌。 许久后,她看向我,眼神坚定,你们已经结束了。 我脸色一白,紧紧握住的手,指甲狠狠地欠进了肉里。 李淼淼淼,按捺不住地开始摊牌道,我不是过来向你低头认错的,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免得你被抛弃得太难堪,她不爱你了,你在挣扎也是徒劳的。 李淼淼淼的画四两拨千斤,我知道,唐一辰的态度才是她的底气,所以她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在我面前耀舞羊。 我看着李淼淼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昂首挺胸地离开,我以为这次见面是我们两个人的正面交锋,可原来,我一开始就一败涂地。 我真的是可怜又可笑,回到家,头疼欲裂,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好,总是疲惫不堪,躺在床上,本想着小气一会,没想到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深夜了。 房子里一片漆黑,不出意外,唐一辰应该又没有回来吧,我已经想不起来我们有多久没有躺在一张床上好好的说会话了。 一开始,她晚回来我还会给她打电话,发微信,不忙的时候会花好几个小时下厨给她做一桌好吃的,只是后来,她的回复越来越少,甚至不接我的电话。 我是一个极其长记性的人,像猫一样,所以我开始减少找她的频率。 在后来,她开始彻底不回来了,一天,两天,曾经亲密地像是一个人的两个人,变成如今两两相望的冷漠。 照片上,我们的眼里只容得下彼此,我翻看着我们以前的聊天记录,看着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圈,一夜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唐一辰的公司,公司的人看到我后都神色怪异,窃窃私语,我垂下眼眸,快步朝着唐一辰办公室走去。 想起之前创业的时候,我陪唐一辰曾经为了一个企划案,成朽成朽地睡在公司里,后来公司步上正轨,我拗不过我爸妈执意要我回去帮他们,就从公司离职了。 就在我要推开门的时候,忽然眼前一道身影挡住了她。 顾小姐,唐总现在没有时间见你,居然是黎淼淼。 她居然是黎淼淼的秘书,唐一辰把她养在了我和她的公司里。 黎淼淼就那么拦在门口,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人神色怪异了。 郑七和小三的戏码,放在哪里都是热议。 我一把推开黎淼淼,拉开了门。 唐一辰从一堆文件中抬眸,看见我的一瞬,脸色转为不耐烦。 你怎么来了? 我所有的愤怒,转为难言的痛苦。 我后悔了,我不想离婚了我深吸一口气。 果然,唐一辰急了,必须离婚,条件你随便提。 看,她真的是死了心的,想要逃离。 我脑海里忽然就想起一句话,握不住的纱,干脆扬了她。 离婚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看着唐一辰皱着的眉头,轻声而坚定地说, 我要你说话算数,我们的十年之约,云南之行,你必须陪我去。 唐总,不是我放她进来的身后,想起李淼淼的话。 唐一辰看见李淼淼后,脸色渐暖,你先出去吧。 李淼淼出去前,无辜的眼神贴向唐一辰,泪眼朦胧。 唐一辰冷淡地说,我没空。 纵然已经预想到她的回答,但我的心依旧狠狠一抽。 她垂下眼,声音平静,你可以不答应,我也可以不离婚, 而且我手里的股份,我可以交给我爸妈,咱们看谁耗得过谁。 当初唐一辰创业时,我是偷偷卖了我爸妈给我的房子来支持她的。 这几年,我很少过问公司的事,可是我也知道唐一辰不断融资, 稀释我手里的股权。 可她忘记了,当初为了稳住我爸妈,唐一辰是分了我爸妈一部分股份的, 只要我把手里的股份再给我爸妈。 她在公司也不过就是个光感司令了。 况且,唐一辰一心想要给外面那女子一个家, 我只要耗下去,她就一辈子只能当个情妇。 你敢!唐一辰脸色一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只是淡淡地望着她。 我向来是说一不二的人,这一点我从她紧皱的眉头, 就看出了她的顾虑。 回来之后,我就立刻和你离婚。 至于股份,我爸妈的那份我还给你,我只要我的那一份。 唐一辰沉宁几秒,还是点了点头,最多半个月。 商人就是商人,只谈利益不谈感情。 我压下嘴角苦笑。 好,回家后,我开始收拾行李,衣柜里唐一辰的很多衣服还是崭新的。 每次换季,我都会给她增添衣服,可她后面都很少回来,也不曾穿过这些衣服了。 看着另一个衣柜里各种各样的情侣装,想起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们明明是异地恋,却热衷于各种各样的情侣装。 后来结束异地恋搬家的时候,我说这些都不要了,可唐一辰拦着不让扔,说这是我们爱情长跑的见证者。 现在看来,全是讽刺。 从检票到登机,唐一辰全程一副和我不熟的样子,就比如现在她就坐在我旁边,但是却一句话没有,全程闭着眼睡觉。 我从她无动于衷的侧脸看向窗外云海,耳里一片轰鸣。 刚结婚的时候,我和唐一辰一起窝在沙发里追剧。 我爱极了距离的那个云南小镇,苍山而海,玉龙雪山,茶马古道。 那个时候,唐一辰捧着我的脸,说等我们十周年的时候,无论多忙,都会挤出时间陪我去看一看。 出租车上师傅热情地给我们介绍附近有什么吃得完的,一看你们就年轻,是来拍婚纱照的吧。 我微微一愣,摇头否认,不是。 师傅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知道知道,小情侣来度假来了。 民宿里我一边做攻略,一边和唐一辰聊天。 我们明天去爬雪山吧,随便。 看着唐一辰冷淡的模样,我放下手机,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唐一辰丝毫不在意,她的视线盯着手机,看也不看我一眼,没有。 我眼神眼神一按,结束话题。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唐一辰还在睡,我简单洗漱后出了门,转转悠悠走到了一个小巷子里。 一个老太太正在叫卖烤乳扇,忽然就想起唐一辰之前说想试试,就买了一点。 回到房间的时候,唐一辰已经起床了,我把烤乳扇放到桌子上,喊她尝尝。 唐一辰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又看了看我,顿了一下。 你早上出去就是买这个。 我不说话,继续抱着手机做攻略。 吃过饭,唐一辰忽然开口,去爬雪山吧。 我抬起头,对上了她意味深长的眼神。 爬雪山之前,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也没想到弯弯绕绕要走这么多路。 我走一段歇一会儿,唐一辰走在前面,我费力地跟在后面,半个多小时候我求助地看向她。 她看了看我,还是向我伸出了手,拉着我。 我看了看她不耐烦的神色,还是拉住了那双手。 我想说句谢谢,又觉得心生悲凉,张了张嘴,还是把字咽了下去。 从雪山下来后,已经很晚了,我和唐一辰转路去了盘龙寺。 我在网上看过,盘龙寺是使香火旺盛是出了名的。 寺里有棵因缘树,据说带着一棵虔诚的心,将红绳挂在因缘树上,就会因缘顺利。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盘龙寺赶。 当我跪在寺里想要许愿的时候,看着香烛常染,我却不知道能祈求佛祖什么愿。 是让唐一辰一直留在我身边,还是求佛祖让我再遇真爱。 我什么愿都说不出。 到最后,我只磕了几个头,便出了门。 唐一辰站在殿门,冷漠地看向我,你信这个。 山顶阳光刺眼,我眯了眯眼,点点头。 嗯,我许愿你能留在我身边,一直爱我。 唐一辰一顿,随即一脸不屑,所以说这些不可信。 新城则领我,笑得苦涩。 认识唐一辰十多年了,我见过他爱我的样子,他爱一个人便会彻底偏爱,对其他女人气如碧驴。 我以前是他的偏爱,而现在是他迫不及待扔掉的碧驴。 唐一辰望着看似平静的我,略显烦躁,走吧。 我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手里的红绳和一旁的姻缘树,算了。 我跟在唐一辰的身后,走在山崖边,微风拂过,山间云海翻涌。 唐一辰就在离我不远不近的地方,不时看一眼手机,面露笑意。 我猜,他应该是和李淼淼在联系,不知道他有没有和李淼淼分享这里的美食美景。 多好笑,他明明是陪我来的,心里却一直想着另一个远在千里的女人。 我忽然就有了主意,我停下脚步,伸手拽住前面的唐一辰。 我还有一个条件,我看着他手中的手机,语气坚决,这十五天里,我希望你全心全意地待在我身边,不可以和李淼淼联系。 唐一辰皱眉毫不犹豫地拒绝,不行,不然,股份和离婚的事就作废。 我看着唐一辰的眼神骤然冰冷,许久,他才妥协。 好,如你所愿。 唐一辰的声音冷得可怕,他收起手机就大步往前走,我小跑着跟在后面,结果一个小朋友冲个过来。 我往旁边躲了一下,结果踩空了台阶,扭了下脚腕,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在抬起头时,却没了唐一辰的身影。 我呆呆站在原地,脚腕疼得我不敢乱动,周围人来人往,说着各种他听得懂或听不懂的方言。 这一瞬间,一阵铺天盖地的无助感袭来。 我点着脚,挪了几步,突然被人从背后拉住了手。 我一回头,就和唐一辰清冷的眉眼相对。 他拉住他的手,轻声呵斥,不要乱跑。 我看着他的脸旁,眼睛突然红了。 他牵着我的手,让我坐在一旁的石头上, 又脱下我的鞋袜,轻轻地查看着我的脚腕。 还能走吗? 我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委屈地点了点头。 他不但一路没有挣扎,而且还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 回到酒店,天色上明。 我活动了下脚腕,已经好多了。 我望向窗外繁华的小池街,心情大好,我们出去逛逛吧。 你自己去,我困了。 唐一辰直白地拒绝道。 记得第一次和唐一辰出去旅行,那时候我们刚上大学。 为了不让父母发现我们谈恋爱了,连出去玩的钱都是从生活费里省出来的。 第一次去的是个南方古城,那时候我们明明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可就是由衷地开心。 想着当时的场景,我笑了一下,随即便暗淡下来。 出门前,我看了眼天气预报,有阵雨。 压下心中色意,我从酒店前台借了把伞,一个人去了古城。 古城的晚上一片喧嚣,到处挂着灯笼,开着鲜花。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石板路上,压抑的心情没有半分疏解。 绕着古城转了一圈,买了点工艺品,兴致勃勃地回酒店。 还没走到酒店门口,就看到唐义琛拿着行李,正往车上访。 红色车灯,映衬着他棱角分明的脸。 我心里一惊,跑上去拉住了他的手,你要去哪儿? 唐义琛看着我手里的情侣手链,有片刻失神,但随即又恢复漠然。 我要先回去了。 他推开我的手,把后背相盖好。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如果不是自己正好遇见,是不是他就这样不告而别? 我声音颤抖,你答应过我,这半个月只属于我。 唐义琛的身形一僵,渺渺他最近不舒服,孩子没人照顾。 我依旧拦在他面前,不行。 你不能走,让开。 唐义琛烦乱地一把推开了我,上了车。 我连忙坐上后面的出租车。 姑娘,去哪里呀? 司机看我快要快要哭出来了,有些慌乱。 我指着前面的车,跟上前面那辆车。 我紧钻着手,眼见唐义琛的车越来越远。 我颤着声催促,师傅,能再快点吗? 好嘞。 司机一踩油门加速,戴一个红灯, 我只能眼看着唐义琛离开我的视线。 我失神地看着前方,愣在那里。 司机有些尴尬地说, 姑娘,我在往前开开,说不定就遇见了。 但事与愿违,开了没一会儿,前方开始堵车。 车流又开始涌动。 我靠着车窗,突然觉得自己可笑又可悲。 师傅,掉头回去吧。 司机停了车,欲言又止地看着他,不追了。 不追了。 师傅掉头又往来时的方向开去。 我追上了,又能怎么样呢? 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吗? 天色昏暗了下来,路灯开始亮了起来。 我提前下了车,雨滴打在我身上,又下雨了。 旁边一对情侣从我身边跑过,男生顶着外套,替女孩挡着雨。 女孩躲在男生怀里,男孩子牢牢护着女孩,自己都湿了大半。 跑到不远处的屋檐下,女孩匆忙给他拍着身上的雨滴,两人脸上带着笑。 我眼神恍惚,很久以前,唐一琛也是这么护着我,只是现在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 我抬眸,看着天空细密的雨,再看着他们说笑的身影,冰凉雨水落在我的身上,也好似打在了我心上。 冷透我全身每一寸,眼泪就这么失控地混入雨水,怎么也停不了。 回到酒店,已是深夜,湿透的衣服冰冷地贴着皮肤,我打了个喷嚏,回过神来。 冲了个热水澡后,我把灯关了躺在床上,我需要冷静,我必须冷静。 闭上眼,越是强迫自己不去想,越是一幕又一幕的画面涌入脑海。 我就这么在黑暗中挣扎,直到天色泛白,打开手机,上面没有唐一琛的任何消息。 电话没有,短信也没有,我翻着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属于唐一琛的,寥寥无几。 这一瞬间,所有的委屈和痛苦不断地攻击我的内心,心像是被撞开了一个口子,疼得无休无止。 我的婚姻,我认真过,付出过,也努力挽回过了。 外面的风雨声笼罩着我的思绪,直到天光明亮,窗外的雨还在下,天色也灰蒙蒙的。 门外低的一声,有人在刷卡开门,我警惕地从床上坐起。 还好昨晚反锁了,接着有人敲门,谁呀? 我躲在门后轻声问道,是我熟悉的声音从门外响起。 我打开门,唐一琛拉着箱子站在门外,还没来得及问些什么, 只觉得嗓子痒得难受,轻轻咳一声,又觉得有弹卡在喉咙,咳嗽再也压不住。 你感冒了?唐一琛问道。 我转过身去,踢了剑后外套,唐一琛像一个犯错的孩子,跟在我身后。 我愣了几秒,看着他还是略显沧桑的脸,眼圈不争气地又红了。 唐一琛微愣,他可能看出我哭过了,有些惊讶,因为我在他面前一向要强, 我自己都不记得上次当着他的面哭是什么时候了。 至于为什么哭,我更是不记得了。 我觉得浑身发冷,调了下空调温度,又缩回床上。 我绝口不提他昨天离开的事,更不想问他为什么又回来了。 唐一琛明显是没想到我与昨晚截然不同,可能是我的冷静让他更加不安。 他打开箱子,拿了睡衣,静止走去浴室。 可是我的门心并不平静,头开始有些疼,本来想烧点热水喝, 却不小心把壶碰倒了,身上开始烫得要命,就又躺回了床上。 唐一琛从浴室出来,坐到我身边,可能觉察出我的不对劲。 他冰凉的手触碰到我额头,仅是两秒钟就又连忙收回手。 怎么这么烫?你发烧了? 唐一琛拿过床头的座机,打电话到前台,在前台告知没有退烧药后,又摸起外套走了。 我睡得昏昏沉沉,总觉得有人替我擦了擦脸和手,额头多了个冰冰凉凉的东西, 然后耳边是唐一琛的声音,一一,起来把药喝了吧。 我坐起来,唐一琛往我身后塞了个枕头,又把水杯递到我嘴边,喝完药我就又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唐一琛站在玻璃窗前,外面的街道开满了花,我盯着外面看出了神。 唐一琛不知何时坐到我对面,雨声犀利,打在玻璃窗上,发出哒哒的声音。 我的声音还是有些嘶哑,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出去旅行,没有钱,找了个民宿住,那家民宿的院子里有颗荷花花,那个时候开得正盛。 唐一琛应该是记得吧,那时我们都是学生,没什么钱,甚至那会儿他还做了很久的攻略,就为了省钱。 唐一琛又摸了下我的额头,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一愣,是啊,都过去了。 那时候,只会在乎风景美不美,我们玩得开不开心,我有些出神,随意地说着。 不过风景很美,比现在的风景还美,而且人也少,不像现在,随便一个景点都要排队。 我不提婚姻,不提她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也没哭没闹,没有质问,甚至也没提李淼淼。 我看得出她心情有些复杂,心事重重的样子全写在了脸上,她沉默了几秒,突然开口说,对不起,我昨天冲动了,我让助理把她送医院了。 唐一辰没有提李淼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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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冷漠的态度 这么久我已经习惯了 伴着稀稀利利的雨声 我和唐一琛 竟罕见地共处了一天 到了晚上 我看着电视 唐一琛早早睡到了旁边的 另一张床上 房间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我看着白天 我已经收拾好的行李 以及行李箱里的那份离婚协议 许久后 房间里只剩下 唐一琛平稳的呼吸声 看着她睡着了 还依旧紧皱的眉眼 她在梦里 应该也不快乐吧 我找了支笔 把离婚协议铺在桌子上 刚刚落下第一笔 就已经眼眶微红 笔尖颤抖起来 因为我发现 我没写一笔 唐一琛就离我远一点 只是一个顾 就已经让我耗尽许多的勇气 我再也写不下去 停下笔 我盯着密密麻麻的协议 整理下心情之后 一鼓作气 签上了名字 回到床上 看着旁边床上 睡得正香的唐一琛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她 却又不敢离她太近 唐一琛 我在心里 无声地念着她的名字 让我们好好的告个别吧 接下来的几天 云南的天气 变得好了一点 我能明显感觉到 唐一琛似乎是在认真旅行约定 无论我要去哪儿 她都陪我去 无论我想做什么 唐一琛也都依着我 而且再也没有时不时地看手机 可这样的她 却让我更加痛苦 不知不觉旅行已经过了大半 我看着窗外远远漂浮的云 我想去大理 我们尔海边走走吧 行 唐一琛点头 她的顺从 让我觉得我和她之间向场交易 我垂下眼 嘴边不由扬起一抹苦笑 这一次我们租了辆车 一路上 尾风吹得人懒洋洋的 我把手伸出窗外 我抬起手遮挡太阳 看着手指上的戒指 还有五天 只剩五天 五天以后 身边的男人就彻底不再属于他 我看着倒退的风景 车窗映出唐一琛默然的侧脸 想着离婚以后 我也算是个小富婆了 不如就弃了从前 在这里安家吧 我走在翻新的路上 笑容浅了 举目四望 周遭的亭台楼械 眼熟又陌生 怎么和我们看的电视里不一样呢 笑着看向唐一琛 电视里明明是小桥流水 像极了泼墨染旧的水墨画 可是现在却人山人海 粉末重彩 艳丽地叫人彷徨无措 唐一琛看着我脸上僵硬地笑 皱着眉道 电视剧里总是要美化下现实的 我笑容一顿 沉默地点了点头 唐一琛看着我兴致不高 眼神里竟有了一丝心疼 到了晚上 灯火酒绿 各类酒吧热闹得不行 我挤在人群中 总想什么都瞧一瞧 看一看 唐一琛紧跟在我身后 酒吧里传来的吉他声和歌声 突然让我停了下来 因为人声鼎沸里 唐一琛又一次牵住了我的手 他手心地温热 烫疼了我的心 很久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牵过我的手了 我回过头 眼里的黑倒映着无数的星星点点的霓虹灯牌 鼻子一酸 眼泪啪哒掉了下来 唐一琛 你能不能抱抱我 明明只是一句简单的话 可唐一琛眼里的情绪一点点瓦解 他拉住了我的手 慢慢把我带入到怀里 可能两个人的旅行意义就在这里吧 越是待得久了 身边乱七八糟的干扰就少了 回忆就多了 越是回忆 自己的情绪越是不被自己掌控 所以可能是我眼里难以掩饰的失望 刺痛了唐一琛 这一刻的她像极了十年前的她 片刻后 我笑着从她怀里正脱开 抬头四目相对 谢谢你 唐一琛 谢谢你让我爱过 又恨过 唐一琛目光凝至了片刻 角落里有对年轻人在接吻 酒吧里正放着陈奕迅的那首十年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 牵牵手就像旅游 成千上万个门口 总有一个人要先走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 何不再离开的时候 一边享受 一边泪流 我心里苦笑 连背景音乐都这么应景 这时 我忽然唇上有温热的触感 她握住了我的手 吻了上来 我一愣 那一瞬间 脑海里闪过了很多画面 曾经的唐一琛 对自己宠溺地笑 李渺渺看似怯弱 实则嚣张的表情 唐一琛冰冷漠然的眼神 但最后 我还是闭上了眼睛 心口的酸楚涌上心头 我想 这大概是最后一个吻了吧 许久后 我们分开 我看着唐一琛 越来越看不懂她 十年的相伴 却把我们彼此推得更远 我找了个路边摊坐下 唐一琛 还是乖乖地跟在我身边 刚点完点完东西 唐一琛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看着屏幕上描描两个字 理智被现实拉回 我去接个电话 唐一琛有些仓促地离开 我坐在那里看着唐一琛 好像着急地在解释着什么 胸口的顿闷 叫人无法呼吸 我该明白的 连十五天的约定都不能遵守 如何能要求她的一生一世 唐一琛回来时 我已经收拾好了心情 没有半点异常 她的手机盯的一声 又不断地进来微信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 脸色微微变了 急忙对我说 我这次真得回去一趟了 描描她情绪不太稳定 我怕她出神妖事 唐一琛的这一句话 让我缝补粘贴的心 哗啦一声 碎成一地 终于再也无法拼凑完整 好 我笑着答应了 我已经订了明天一早的飞机 今晚还可以陪你好好 转转唐一琛说道 我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似的 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明明我是最爱吃这些小吃的 可如今却胃同嚼辣 唐一琛 你后悔过吗 唐一琛抬头 眼眶竟也有些泛红 一一 我太了解你了 你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 不管我后不后悔 我已经做错了事 你就再也不会原谅我了 我赶紧低下头 不想让她看到我眼底的痛苦 一 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 只是她更适合我 或者说更适合现在的我 我回不了头了 我不再追问什么 唐一琛的话 已经给了我想要的答案 爱过且深爱过 第二天 条萌萌亮 我听到唐一琛洗漱的声音 我翻了个身 装作还在熟睡 许久后 有行李箱拉动的声音 我的床前位置 轻轻往里陷了下去 唐一琛坐在我床边 轻轻抚上我的脸 一一 对不起 后来在门被关上的那一刻 鸡仔已久的情绪 再也绷不住了 那一天我关了鸡 强迫自己不去想 哭累了以后 简单地洗漱出门 尔海 他还是没有陪我看过 我只能自己走走停停地吹吹风 看着被风吹皱又抚平的水面 像极了我期待又失望的心情 哎 你看新闻了吗 今早昆明飞广州的飞机坠机了 啊 真的吗 真的 还好咱们俩改签了 也算是捡回一条命 听着前面两个游客的话 我定在原地 今早昆明飞广州 不就是唐义琛的那班飞机吗 我已经开始有些不受控制的颤抖 手机开机后 我颤抖着手搜索新闻 东航一架客机在执行昆明 广州航班任务时 与吴州上空失联 已确认该飞机坠毁 手机啪哒一声掉在地上 我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蹲下身来嚎啕大哭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酒店 更不知道自己怎么魂不守舍地 办完退房手续 我连夜赶到昆明 认领了唐义琛的遗物 又飞广州 一时之间 我还没从唐义琛出轨 要离婚的悲痛中走出来 就要接受她已经不在了的现实 唐义琛葬礼那天 李淼淼去了 我看着她竟已经恨不起来了 我吃笑她竹篮打水一场空 你不是爱她吗 你怎么不跟她一起死 李淼淼低着头不说话 我狠狠地一巴掌扇了上去 现在你满意了吧 人死了 可是她到死都没和我离完婚 拜你所赐 现在我的户口本上写的是丧偶 不是离异 而且她的钱 你一分也拿不到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只不过是不想失去她 所以才逼着她回来 李淼淼哭得梨花待雨 我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 唐义琛大概到死也没有想到 我们三个人的结局会是这样吧 唐义琛死后 我接手了公司 李淼淼的日子并不好过 没有唐义琛 她那点工资根本就支付 不起她儿子现在上的这所贵族幼儿园 就连她现在住的房子 都是当初唐义琛背着我偷偷买的 而我整理了唐义琛出轨的证据后 向法院提出了诉讼 要求李淼淼偿还唐义琛生钱给她的那些财物 毫无疑问我赢了 唐义琛的父母不止一次地来公司闹 李淼淼实在待不下去了 自己提出了辞呈 又搬出了房子 最后不知道去了哪里 生败名裂是她知三当三的苦果 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唐义琛这个我爱了十年的人 不管我还爱不爱她 她还爱不爱我 就真的只能躺在我们爱情的坟墓里了 这是这些坟墓里的坟墓里